真是长见识长学问啊 但是也真没想到啊 这么多黑暗的事 包括这个中医中药啊 这里边太可怕了 是你看就是这中医哈 你看中医这中医啊 真是一门伟大的学科 这个是毫无疑问 为什么他中医现在就萎缩了呢 就是你看大家竟是骂中医的 怎么怎么着 这个就不是中医本身的问题 就是这个体制造成的 这中医一定会萎缩的 你看就就真正的中医啊 它跟西医还不一样 就是中医学院里培养不出中医 你看真正的就是咱们国家 就包括北京这斯大明尼什么的 绝对都是家传 这个中医啊 是有它极端的特殊性 一定是传承 你说现在能传承得了吗 你要传承你那中医 你要是没有医学院的 是什么 你要不上人家医院里工作 人家算你非法行医 你再有名的中医 你敢自己给人家那个什么 你也得偷偷摸 对啊 那会有什么四大明医 施金墨什么的 那个患者都是到人家里去看病啊 到人家的大夫 人家自己家开的诊所 对吧 患者都在那排着队 然后人家给你望闻问怯呀 给你开方子呀 是吧 都是那样的 现在都变成公有制 都变成医院的 这里边有一些弊端 这个是中医的这方面 而且你看这个体制 尤其经历过文革 把那老中医都是什么待遇啊 是不是啊 好 这个是一方面 这是人为的造成这中医的萎缩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中药 你就碰见一个好中医名医哈 给你开出的好方子 哎 那好方子 你是不是得通过中药 来完成你这个效果 中药都达不到了 因为你看 这现在这中药 这个质量完全不能保证 还进入假药 是吧 就即使是真的 它那药力也不够 你看现在 就是这种 呃 这种什么 什么毒素都超标 什么的 化肥啊 什么的 就这个 所以它严重影响药效 再加上这人 而经销的 中间伤什么 在在那个 哎呦 就层层的 就造成这个中药 就不那么管事了 你知道吗 哎 所以我跟你说吧 这个你说怎么办 问题答答的 确实土壤啊 空气啊 水源啊 都污染了 重金属超标啊 各种的农药化肥啊 各种的倚次冲 冲好缺金短两 层层加价 各种的腐败回扣官僚主义 哎呀 中国大陆啊 我老说中国大陆是人间地狱 是吧 我这么说 其实我心里也挺不好受的 哎 哎就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我刚才吧 我就不就提了一句 我说哎 不想知道那么多内幕的事 可是你知道吧 哎呦就真的 哎就我这刚才突然间脑子里又冒出这个 我就特生气 哎就是你看谁愿意相信这种事啊 哎我这个吧 我原来那个苍州呢 我有一个好朋友 然后他是苍州呢 就所有的 不想笑 他还做别的事 那时候他经常来北京 来了 有时候我们就一块吃个饭呀 什么的 就是那个 就是有 有时候互相帮个忙 挺好的一个大哥 哎 有一次他来了 满练愁容的 后来我说 又这次有什么事 他说哎呀 他哀声叹气的 他说我弟呀 那个就是肝坏死了 要换肝 后来 他一说这 我以为他让我给他帮忙的嘛 哎这有小二十年前了 这事 哎我说那个 让我帮你找医院吧 我说专科 老陈你老不相信 黎明大哥好 毛毛说的都特别对 现在的中医 中医为什么让人不相信 中药的药效也不够 就是你说 就刚才你说的 所有的那些层层的 那些腐败现象 还有那个为了药 颜色好看 泡硫磺啊 这不准备把药全 本身就给毁掉了药性了 所以说中国人呢 现在整整体的速度 腐败透顶 中国人已经彻底完蛋了 中国人已经彻底完蛋了 中国这国家的社会 这民族 现在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现在就仗着体量 大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啊 自己就把中医给毁了 这还哪有中医啊 就是武警总 北京武警总院 那时候是 他是专科换杆 就给那个富彪换杆那边 然后他说 他说不是 他说不找医院 他说已经都住进去了 就是那个北京武警总院嘛 他还安生担心 我说那干嘛呀 他说毛毛 这不是我这 找高法呢吗 一开始我没往心里去啊 后来我就说 我说那你现在 有什么困难呀 你跟我说说 我这边这还有点人吗 我帮帮你 他说毛毛 这不是找高法呢吗 后来我就急了 我说我这 你什么意思呀 我说我 你说你第一张换杆 你不好好盯着医院 你找高法干嘛呀 你这时候你还敢瞎瞎张罗善 因为他原来也爱张罗善 就那么一问找高法干嘛呀 我说的 他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 就我到现在我都记 他说又 他说你是真不知道啊 你还是 是什么呀 我说你说呀 我说怎么了 我说你第一换杆 你要找高法 这里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他说哎呦 傻毛毛 他说我要是不找高法 我弟弟怎么换杆啊 就说到这个份上 我才明白 哎 你看当时 哎呦 当时我都惊呆了 哎 没想到会是这种 哎 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 这个你说 你知道你不是就成了心理 除了成理 成了心理一个负担 哎 你说能做什么 什么也做不了 哎 现在吧 这个哪儿都有 就你看人家为什么说 高手在民间啊 确实有不挂牌 那个 就人家也有家庭祖传 那个 哎 人家 人家就哪都不是 中医院也不是 诊所人也不敢 就有那个 要朋友介绍 就是口碑比较好呢 也可以找 民间确实有 挺不错的 就这个 我就是甘医 气质血运 气质血虚吧 哎 幸福所在 你啊 就是 那你就中西结合吧 比如你那个 那个 吃点中药啊 就是 输解肝脏 什么 那个 就是 那个 去湿什么 这个是可以做到 但是你这血黏什么的 它那个 那个中药也可以 但是它可能效果啊 就比较慢 你这个可以吃点 酱脂的呀 什么这类的 什么阿斯匹林啊 什么 就这个啊 你当时你这个上 中医 就是西医的 你听 人家根据你 他也得给你化验 根据你是什么 什么高 就是人家给你 对症虾药 你就中西结合吧 我觉得比较好 没错 老陈这说的太对了 我跟你说吧 真正有良心的 哎 这现在也不是没有 也得有 真的 就是也有 就是你自己的 得找 就是通过朋友 就是口碑比较好 那找他 真的 老陈说这太对了 真的 实际你知道 就有的那种 但是现在啊 大部分都是没有良心的 人家干这个 人家不就是 以赚钱为目的吗 哎呦 这个大漠 大漠什么呀 就这个 看不见 哎呦 你怎么比我 还缺心眼啊 哎 你 你换那个 干从哪来呀 你不崩人 不崩人 你上哪弄干去 哎呦 急死我了 哎呦 这个大漠 大漠什么呀 就这个 看不见 哎呦 你怎么比我 还缺心眼啊 哎 你 你 你换那个 干从哪来呀 你不崩人 不崩人 你上哪弄干去 哎呦 急死我了 哎 幸福所在 你啊 就是 那你就中西结合吧 哎 现在吧 这个哪儿都有 就你看人家为什么说高手在民间啊 就说到这个份上我才明白 哎 你看当时哎呦 我当时我都惊呆了 哎 没想到会是这种 哎 哎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 这个你说 你知道你不是就成了心理 除了成理 成了心理一个负担 哎 你说能做什么 什么也做不了 我说你说呀 我说怎么了 我说你第一个 你要找高法 这里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他说哎呦 傻毛毛呗 他说我要是不找高法 我弟弟怎么换杆啊 就是武警总 北京武警总院 那时候是 他是专科换杆 就给那个富彪换杆那边 然后他说 他说不是 他说不找医院 他说已经都住进去了 就那个北京武警总院嘛 他还安生担心 哎 我说那干嘛呀 他说这 他说毛毛 这不是我这找高法呢吗 哎 一开始我没往心里去啊 后来我就说 哎 我说那你现在 有什么困难呀 你跟我说说 我这边这还有点人呢 我帮帮你 他说 哎 毛毛这不是找高法呢吗 后来我就急了 哎 我说我这 哎 你什么意思呀 我说我啊 你说你第一个换杆 你不好好盯着约 你找高法干嘛呀 你这时候 你还敢瞎 瞎张罗善 因为他原来 也爱张罗善 就那没关系 找高法干嘛呀 我说他 哎 他用那种眼神 看着我啊 就我到现在 我都记 他说又 他说你是真不知道啊 你还是 是什么呀 此处省略 五百万字 我说是什么呢 我说是什么呢 我说 他们智 dah